子凌开麦 幸福心旅行的单元当中要来谈谈就是 我健康吗 解释个人身心健康的状态 那我们今天在现场来邀请到的是 高雄张老师中心资深督导刘金伟 也是慧心婷心理资商所兼任心理师 哈喽刘金伟心理师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我们首先 是是是 那我们首先呢就是要来谈一谈我们 如何保持健康的状态 所以金伟心理师你先是要我自己讲我自己吗 还是你也要分享你呢 可是我觉得你可以先谈谈 应该是说你对于健康这件事 你的想法是什么 健康啊 我觉得就是基本上如果遗传上面 没有其他太多的一些 生理上面的毛病的话 其实大部分的人应该都算是健康 可是如果我们在整个的一个环境 然后比方说我的生活作息习惯啦 然后包括我可能一些社会上面的压力啊等等的 或是文化上带来的可能会影响到我天生的健康 我自己本来的概念是这样 所以我旁边一挂的朋友我们都是属于那种比较自然派的 比方说生病的时候可以我就不吃药 我要用到药的时候可能它其实是某一些症状 它让我真的很不舒服我可能得靠一些药物去缓解这些症状 但它并不是治愈我的这一个疾病 大概我对健康的概念是这样吧 所以你刚刚在谈健康的时候主要还是以身体的感受或病痛为主的感觉 对就是好像我没生病我没生病就是我健康这样子 嗯是可是我们今天如果是做心理层面的话 那如果是以身体为主的话 其实大家其实很常都用这样的概念就是 我无病无痛啊好像我就是一个健康 嗯我觉得我们在中文字跟英文会有点不一样 因为健康在英文里头会有不同的那个 那一个是健康我们通常听到是这个 那我觉得其实国外在20年前他们就开始在谈另外一个叫 病毒 然后我有稍微查过英文字它是一个保持健康的状态 嗯嗯嗯 也就是你是不是生活在一个健康的状态 那我觉得这两个就很不一样的概念 嗯 因为一个是你只凭身体感觉 所以就算你抽烟喝酒吃槟榔 你只要没病没痛 你怎么跟他讲他就会觉得啊我就没事啊 嗯 所以他如果是抽烟喝酒吃槟榔 但其实他是保持在健康的状态下嘛 因为他不感觉他有什么不舒服 是这样的吗 这样不是啊 因为保持健康状态就是 你是不是生活在一个健康的 生活习惯跟生活环境跟状态底下 他会比较不是单纯只用身体来看这件事情 可是那我觉得我们全台湾都不太健康啊 因为你看空雾那么严重 环境就是不好了 是啊 所以我们才会 所以才会有专家不断出来提醒你说 生活充满了各种危险 都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 然后包括说像我平常在吃的食物 我们现在可能有一挂人 他可能就比较提倡说 我要吃圆形的对不对 天然的食物 那其实我们身边多少是那种加工的食品啊 对不对 那这样就不算叫做保持在健康状态 wellness的状况吧 如果你这样讲话说了 这应该都是在你所处的环境上面 会充满的这些 但是人怎么样去选择 跟你怎么 你还是有你的决定的状态啊 对 对 反而不会像是你刚刚讲完 所以我觉得环境通常都会有各种不同的危险 或是我们现在有更多是在 健康知识概念不断出来 就会告诉你 你吃了什么 你做了什么 对你的身体是会有危害的 那保持健康状态就是你的生活状态 是不是维持在身心环境都是一个健康 个人的各种行为 饮食都是在健康的状态底下 嗯 好那我就要请教一下刘金伟心理师 为什么你今天要特别跟大家来谈到就是说 健康健康 跟保持健康状态 这样的不同的概念 你是想跟大家来分享什么吗 哎我觉得你可以看哦 如果我们都用身体来看的时候 你有没有觉得你接收一些专家讯息 然后去跟他谈说哎你这样会生病 那个人一定回你说 没有啊我不是活得很好 就是像抽烟吃酒喝酒吃冰郎的 基本上你大概会觉得我身体无病无痛 我就还蛮健康的 对啊所以我觉得谈健康状态 是我觉得这边也会把心理状态纳进来 也就我们不单只用生理做为指标 毕竟我是一个学心理智商的部分 那保持健康状态也就是你的身心 你个人是不是做了一种选择 是让你处在一个对你身心环境都好的 一个生活状态那我觉得他就不会局限在你的身体里头 那可能就会有很多方面你要去照顾 很多方面包括说哪些呢 哎我觉得其实我谈一个那个美国新汉部下大学 他们做的一个健康轮的概念 我还蛮喜欢他那个部分 他给了八个维度 然后这个是一个相互关联的 而且都很重要 那个子玲你可以听听看你在哪边有哪些相度 他第一个我觉得可以用第一个相度 我们心理最常关心的就是情绪健康 是 对你觉得你个人的思想啊情绪或能力 有没有办法去处理你生活的挑战 OK的过关 过关哦 可是你看哦 我刚刚讲完他不会只局限在你今天心情好或不好 对他可能是长期 然后我有一段时间比方说这几天遇到什么事情 然后呢心情特别糟这样子 这样就是 就是我这几天不好吗 对啊可是只是心情不好 但他是说你的思想 情绪跟能力可不可以因应你生活的挑战 我们本来就会遇到挫折 但是你也许想法过几天或难过一下 你知道我明天再振作起来 我心情挑适一下 所以你觉得我还是可以应付我明天的挑战 嗯是 这就是你的情绪健康 哦 他不会只局限在我今天心情不好 每天好难过 嗯嗯 对但我们如果只把它局限住的话就那个 嗯哼 是 我们来看下一个 下一个就是环境健康 他是你有没有办法创造或发现你个人身处的环境 或生活的环境啊工作啊读书啊 都可以帮助你更有动机去达到你的个人目标 我觉得我现在有耶 可是以前好像没有耶 怎么说 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都不晓得自己要干嘛 然后都觉得嗯好像都没什么工作机会啦 然后呢都得不到那个我梦想中 或者是说我理想想要去做的一些目标这样子 嗯 但现在很OK 现在OK 现在OK哦 可是你看哦 刚刚在讲那个环境 不只是你生活的环境 如果你每天在那边担心空污 或你居家环境很糟糕 其实你是很容易生病的 而且这个会让你没有动力去追求你想做的事情 哦 那我想再提一个问题 像现在年轻人啊 他如果刚毕业哦 其实呢就是比较容易面临到说 他真的可能得付出很多 但是他达到个人目标或是 适当的回馈收入这个不太平衡 这个会不会就是他们的环境不太健康呢 你看哦 我这个世代我觉得我OK了 可是对于刚毕业的年轻人可能他必须付出更多 赚不到我的钱 我觉得你这边要小心一下你的观点 因为在心理学的观点比较回到先个人为主 当你归咎于在外在 就像是我们可以一直抱 抱怨我们的政治状况多糟糕 然后我们的国际地位怎么样 这个环境好像你无法改变 可是你这样讲的时候 你就会把自己限制住了 可这边的环境比较会谈一种是 你可以去改变 你可以选择另外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去居住 你可以去找移动到比较好的就业环境 可是就没有能力移动啊 没有能力移动的时候 比方说我现在是年轻人 然后呢我刚毕业我也没有什么资源 然后现在呢必须很努力工作 但是升迁也无望加薪也无望 然后什么时候会没工作也不知道这样子 你人生好惨的感觉 现在很多年轻人是这样啊真的啊 然后就会变成说那不然我干脆我就是 没钱的时候就找个零工打一打赚个钱 然后呢有钱花我就算了反正那么辛苦 我就辞职 然后等钱花完了我再去找一份工作 但是你其实在坦的时候已经跳到别的项度去了 哦不一样吗 因为环境其实在坦的就是 比如说你在工作机会上 如果你身处一个就是没有机会的环境 你又不选择离开 你说你走不了你就会卡在那边了 嗯嗯 对所以在这个环境的机会本身是少的 但是少的部分 如果你刚用能力来看的话 其实会换到职业健康这件事情 哦 也就是你所处的社会 你有没有一份有意义的职业生活 你看它也不在局限是你做什么工作 而是你做了一份你对你整个人生的职业里头 你会觉得是有意义的 哦所以你前面有说 其实八个项度它会互相会 嗯 有关系会互相影响牵连 所以我刚已经从环境健康部分 不小心就跳到职业健康去了 还有智能健康 所以你刚刚讲能力 是啊 是啊 对啊 还有刚刚某部分也多少谈到一些情绪 嗯 也就变成是说 当你的能力不够因应生活的挑战的时候 你当然每天会不好 你当然会觉得 我那个怎么做都没有用啊 嗯哼哼哼 是 所以在那边会有各种不同 可是我们要先厘清 环境再谈的 如果今天身处一个机会很少的环境 你本身要去做你想做事 它就会是困难的 哦 好那我知道 我换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 这个环境健康问题 就一样我是设定 我是一个刚出社会的年轻人好了 可能我在某些职业或等等的 社会大环境 不太如我的意啦 但是我至少在 比如说我有空的时候 哎我可以来当个YouTuber啦 或者是说呢 我可以来做一些别的这个 呃创作对不对 我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来创作 或是为了我的家庭跟我爱的人 我可以去做一些事情 透过工作读书或者生活之类的 然后我就觉得其实 我可以感到很开心 这样算环境健康 所以你看你刚刚讲的 就是你创造了新的机会 对 也就是如果你喜欢做某件事情 不局限只有去找到一份工作 哦 你也许从YouTuber 你可以从广播 所以你会有各种不同的面向 创造出来 你可以去做的事情的机会 嗯哼 所以环境健康 其实比较多是跟你的外在有关 像你讲的限制也会有啊 我如果读书的环境就不好 那你当然很容易不读书啊 对 对 所以环境健康 确实在讲的比较是偏外在的 可是就会变成是 有一个能量是 你有机会去选择 你要处在哪个环境 跟你有没有办法去创造 所以这里的环境就是 我们很容易把它放到外部去 但我们在心里上面 这健康轮它比较 我当着重在说 我把主导权拿到我的手里 我可以选择 我这个环境这边 可能没机会或不好 但我是有动力 而且我有选择权 去创造别的 可能对我会有帮助的路 对 所以你看他就一开始 我刚刚讲就是 创造或发现你身处的环境 所以如果你觉得 这个环境机会不好 嗯 那你本来就会移动到 比较有机会的啊 这不就是我们一直在谈的 南北的平衡发展里头 是 对 所以代表说 之所以我们会去北部 就是因为那边相对来讲 我会觉得机会比较多 嗯哼哼 所以如果你要去别的 那个国家 你也是相对觉得 那边会有更好的机会 所以这是健康的人 他会有这样的动力 那如果环境不健康的人呢 他就会没动力是不是 你要知道 这边讲的都是状态的时候 这些会一点一滴的侵蚀你 哦 所以你就知道 你待在一个没有发展的环境 你久了以后 你大概也不会有什么想法要 改变什么的 对啊 你就会觉得啊 每天不就这样 哦 哦 啊然后我就会变成一个 不健康状态的人这样 在环境的这一个环节上 嗯 我觉得如果你单从某一个面向 很容易就说啊 只有这样就会不好 但人 嗯 我们之所以要变成是一个状态是 他不会因为一个项目 但是这个失衡久 哦他是这么多项目这样子 这么多的 对可是 可是你想想看 我们最常是先从某一个失衡 是 当失衡久了以后 他就会影响到 连锁反应到 对 其他的 所以像你刚刚讲的 应该这么想 你待在一个没有发展的环境 如果你工作五年十年 嗯 你觉得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就是会没动力啊 情绪就不高昂啊 没热情啊 每天就这样子嘛 也没什么好盼望的啊 所以这个就会开始影响你 但你刚刚讲的也隐含着怎么解决 也许我去创造另外一个环境 嗯 也许我在这个工作 我觉得我只要这个薪水 但我可以去开创我人生另外一个部分啊 嗯 也许我在我周遭有别的机会去做别的事 嗯 我有些人不就像你讲 哎 我也许在这边这个环境机会 工作机会没有什么升迁 我去兼个职 做个YouTuber 嗯 或是鞋缸啊之类的 对啊 嗯 嗯 这边就会创造你的机会出来 嗯嗯嗯 所以环境比较多是 你要想的是 你生活的什么样的状态的环境 会侵蚀你的健康 嗯 那你有 反正一个是侵蚀嘛 就是有害了 所以你每天盯着电脑一直看 对你的眼睛就会产生 不好的 对 对啊 嗯 所以这些损害就会相互影响 嗯哼哼 好那环境健康之后呢 这个已经是第三个了嘛 第二个 第二个 当然我们刚刚连到别的去了 好好好 然后我我蛮喜欢这个 这个维度是因为他又提到一个 财务健康 嗯 然后他的概念叫做 管理你个人 现在跟未来的钱财 嗯 这应该比较好理解吧 嗯 可是我就说 那你觉得月光族到底好或不好 欸 他现在 就我的观点我觉得不太好啦 对啊 但是如果说他还平衡的过去 至少现在是好的嘛 嗯 所以你看哦 他他不是只局限一个维度 叫做现在 所以他还有未来 对 所以保险啊 这些全部都会是 你的概念里头 你的钱 今天没了就 没了 但未来呢 嗯 对啊 所以我们就说 在这边就会是财务健康 你知道 钱是大家也最常用的一个指标嘛 对 有钱 什么都可以 没钱就万万不能 是 是啊 可是如果你只局限在某一项 所以你才会知道 我觉得在喜欢健康状态这个概念里头 就是 你就会发现 你要 让你自己身处一个健康的环境 或生活 嗯 是很不容易的 你要顾及的面相 太多了 嗯 是啊 嗯 而且哪一个面相没顾好 他 不会立刻失衡 你要知道人是很神仙 他不会 因为你少了一个 就不好 但是 有一个开始缺损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你的生活开始 不平衡了 嗯 所以长期没钱 你就会呈现一种 就呈现一种 情绪也不好 然后智能也不好 身体也不好 靈性也不好 你把它放到我们经典的谚语 贫贱夫妻 百事哀 嗯 是啊 也就是他没有 钱财可以去因应现在跟未来的 嗯 处境 是 他就会一直 很担心 所以你要看喔 钱财不健康的时候 你居住的环境是不是也没有办法选择 没错 嗯 所以这边会相互影响 所以我觉得你 你讲的也是大家一般 嗯 我们最常谈 就是我们会讲一讲 然后跳到另外一个向度 所以你讲着讲着 你是不是觉得人生很惨 因为这个不行啊 这个又不行 不会啦 我觉得其实 就是我们要去观照到这么多 有八个这样的一个健康轮的面向 但其实我刚刚有想过了 像我自己啊 我自己的财务 其实我不太管欸 嗯 但我只有一个观念 就是钱不要花光 然后呢 为未来存一点钱 就只有这么简单的概念 然后呢 所以为了赚钱 我们薪水又不多嘛 嗯 那就只好去斜杠啊 这是不是就讲到环境健康 对不对 好 然后斜杠就乐于工作 虽然有时候接到工作 你会有点怎么讲 焦虑 或者是会觉得压力大 或者觉得自己很累 但是在工作当下又很开心 然后很开心呢 就带给大家开心 然后大家就喜欢找我工作 那我钱无心当中 因为一忙就没时间花钱 然后无心当中就存了很多钱 这样我们很开心 哈哈 所以你刚刚讲的 我就说 同样我们用这个概念里头 一方面可以发现 自己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是不是会不断的 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不好 嗯 但同样的 也许我们改变某一个 会带动其他的 我们生活也会越来越好 嗯 所以会用状态就会变成是 你要知道你的状态 会是不断的变化的 嗯 所以刚刚我一直要提醒你 是有时候我们谈一个很难的时候 它会开始连到其他的 然后整个人生就 好像一步越走越惨 但是你刚刚也从某一个 开始的时候 嗯 又带动其他的 人生就会越来越好 对啊 所以这个状态 就不会是一个静止的状态 哦 我觉得那个怎么想 是蛮重要的 但我觉得是没机会 没希望 然后呢没有办法 好像一切的这健康轮 全部都是往不好的去滚 可是当我觉得 我应该给自己机会 有一点希望 或者是说 哎我其实可以做些什么 让我自己跟旁边的人更好 我觉得那个轮是往正向去滚的 嗯 所以 所以你刚讲完以后 你看下一个智能健康就是 你有没有要接受新观念 嗯 学习批判性思考 找到新的创意方法 嗯 所以智能健康不是在讲 你的IQ多少 我觉得那都会变成是一种 静止的状态 嗯 而是我们如果不断接收新观念 我们不断的学习 我们可以开始 对我们生活去省思跟觉察 你也会产生很多不一样的 改变 所以你刚刚讲的就像是 你如果是一个习惯往正向思考 你看用轮的概念 这些轮就会越往越前 越往越好的地方走 嗯 如果你用悲观的部分 就一个比一个惨啊 真的 它就会 就会在这边流动 你要知道每个人都会是流动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那个健康状态是 你有没有一直在维持在一个身心健康的状态的生活 嗯哼哼是 好那么接下来 接下来是刚刚提过的职业健康嘛 就是有没有拥有一份有意义的职业生活 你有特别加重音耶 有意义 当然 因为我觉得第一个是 你知道心理学的发展 过往我们都在讲职业 嗯 和现在其实都已经变成职业了 也就是你人生不是只有一份工作 或找到一份工作 而是你做了一份工作 你也没有觉得有意义 你每天会觉得乐此不疲 嗯哼哼哼 是 嗯 你有一份有意义的工作的时候 其实每一天你真的会觉得上班很痛苦 嗯哼 是啊 嗯 对 好 下一个就是刚刚我们一开始就谈的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所以 远离具有伤害性的行为 嗯 对 我们一开始说 这是最好理解的 但当大家只用这个指标来看的时候 其实心理都进不来 我们都叫做 欸我 我做这些我没事啊 我活得好好的 嗯 我又无病无痛 但其实这个人蛮惨的 哈哈哈哈哈哈 对啊 他可能也没钱月光足啊 然后呢工作也不如意啊 但他现在就年轻力壮嘛 所以是身体健康这样子啊 嗯 对啊 所以你看有一个像度也可以套用我们的话 年轻就是本钱嘛 所以你有某一个本钱一直烧 但是你没有创造其他的 不断的累积的话 你没有累积你的健康资本的话 你看你是不是有一天会好玩 没错 所以用这个概念你会知道 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在拼的时候 人家不就会说你老的时候准备还债吗 对 所以就是在你一个资本 其实你每个人拥有这些项度 你看我很喜欢它这八个维度 是你就会发现有不同的项度 你可以去检测 但不代表你一个项度不好 那我们就是想像每个人都有强弱项嘛 你在某一项特别强 这个有可能都可以让你创造其他的机会 是 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有几个项度 还有两个项度 一个是社会健康 社会健康就讲的是 你跟重要他人之间良好的维系跟情感连结 这边也会是像如果子凌 刚刚讲你不管钱 但也许你的家人或谁会帮你管钱 不会 不给他们管 我自己管 这应该有点人际关系的意思吧 社会健康 对啊 你可以想想看我们很多的观念是 父母啊都想把什么东西留给孩子 对 也就代表你看你的财务 不一定只有你自己 这些他们留给你的 有可能都会是你良好的部分 但你也要根本维持良好的关系啊 当然不然将来遗产不给我这样 但是我觉得情感连结其实是对人很重要的啊 不是大家都这么现实跟实在 好啦我要举一个现在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说手机这个3C的产品 尤其是这个年轻的孩子们啊 他会不会在社会健康的人际关系连结上面 变成说他都跑到虚拟的世界去了 但真实的一个人际关系连结变薄弱 那虚拟的好像也有虚拟上面的问题嘛 对不对 我觉得当你这样分的时候 首先你区分出虚拟世界跟现实世界 而且你评价了虚拟世界是不好的 没有我是说他上面可能也会有一些问题产生 比方说我可能跟虚拟世界的朋友很好 但实际见到面的时候我可能讲不出话来 所以这个是虚拟世界人际有什么状况吗 还是我个人本身在人际因应上面的技巧需要增加 嗯对 那这样子是智能上面跟情绪上面在增加 还是社会健康 因为我其实在网友上面或者是网路上面 我可以跟他聊得很开心嘛 这样也OK 但是在现实上 我要跟他面对面的话 是不是我在应对跟处理他沟通上面 我又没有足够的智能跟情绪 可以去在人际互动中处理 有可能耶 对啊 比方说我在虚拟世界 因为我可能是一个化名 然后我可以很妖娇逼雷对不对 但是呢 经纬心理师你就认识我 你就说 其实子凌没有那么妖娇逼雷这样子 然后我在面对你讲话 我可能就没有办法像网路一样那么的妖娇逼雷 所以我觉得你讲到有一些是包含了形象 就是你在身体外貌里头的部分 那我觉得身体健康 你看你其实我们先提供这个像度 不是让大家检测 但是真实生活里头 在这个应用上面 你会发现问题是一连串的 是 他不会只用某一个像度去想 他可能就是连锁的啊 你的体态 你的身形 你的外貌 有可能都会影响你 然后语言的表达能力 对不对 有的人就很语拙啊 他真的看到人 尤其是看到异性 他讲不出话来 可是在网路上他可能批啪打字 哇真的是hero是英雄这样有没有 所以我觉得你的问题都非常好 你会发现大家习惯用这样的问题 但其实这个问题一出来 他就牵扯到不止一个维度 嗯哼哼 他不会只有某一项 对他可能连带有好几项 但是我一开始想跟你谈的是 我们如果有一个偏见是我们认为虚拟的 跟现实的生活虚拟的比较不好 可是你不要忘了 有些时候我们在虚拟找到连结 是 有些人他在现实的找到认同 或者是喜欢的共同兴趣的人 他也在虚拟世界可以找到他很好的朋友 没错 有些时候他们也会给一些支持的力量 但那这样也可以吗 也可以啊 但我同意你讲的是在现实跟虚拟都存在的风险 哦 所以你看这边的社会健康是你跟重要他人 嗯哼 所以首先你要界定是今天你跟某个人的关系很重要 所以这个人就会牵动你 嗯 所以我就说如果你不在乎那个路人甲 他他他他在那边可能不喜欢你 你会管他吗 那我这边要来举一个例子了 好你刚刚说的是路人甲 可是如果说像我们现在的家庭 小孩子他用3C啊 然后用手机这样子 LINE来LINE去的沟通很顺畅 但呢 长辈他就不会用 然后 小孩子都在用LINE都不理长辈 然后长辈又没办法用LINE 跟孩子们来沟通 或是传可爱的贴图 然后来表达关心 这样说这个人际关系就链接就断掉了 你刚刚讲的 千层多的人不免相 你刚刚讲的 至少还有世代 然后你讲的长辈 你讲的长辈 应该 应该不是那个 不是我们这一代 就是你这一代的吧 是 这一项是早的 可是我觉得这就是时代有另外一个 你不要忘了环境 我们未来科技结合 你将来要想象你没有手机你怎么活 有啊 现在很多长辈他就是变成说 他只能有真实世界上人际的链接 可是在虚拟的一些生活或者人际上面 他没办法的 比方说现在我知道有一些社团的志工们 他们可能大家都在LINE群组上 哇 噼里啪啦分享很多资讯有没有 不会用手机跟LINE的人 他好像有点被疏离被隔离什么都不知道 嗯 所以你要知道环境不会只有你在改变 你也要知道你的环境会影响你啊 在这时候你到底有没有要去 适应这个环境 或是你要去看到这环境有一些机会 还是你是排斥了 嗯 对啊 嗯 好所以说我们在社会健康这边就有谈到说 可能现在一个比较明显看到的啦 然后就是 真实的人际关系跟虚拟世界上的人际关系的 互动链接这样子 而且你刚讲的也是在社会健康 你看我们从这很难聊单一项目 你只要从那个事件开始谈 或是我们生活遇到的情况开始谈 它一定会牵扯到 它不会只牵扯到一个项度 但也许我们会挑一两个项度 比较重要的来解释 但实际上它可能牵扯很多 对 因为像你刚刚讲的 也就是我们沟通的方式 跟以前跟科技的进步 我们的环境已经创造新的 人跟人连结跟沟通的方式 方式 嗯 机会 对 对啊 所以这个环境的改变一定相对的是 那你要不要 在智能上你要不要去 接受这个新观点 嗯 如果你没有要的话就 没有 嗯 你就会开始被这个环境开始 某部分 那我就说那你可能要选择一个 诶 大家生活去 也许你刚刚讲的老人们的生活圈 他有自己的生活圈 嗯 他其实那些朋友是很好的连结 但是他跟他的孙子 或者是他跟年轻的一代 他们想要开始连结的时候 这边就会是我们常讲的 世代之间啊 那彼此怎么样协调跟学习 嗯 嗯 帮助他们 才是重点 嗯 要不然会陷入一种指责 啊就老人看就不肯学 然后年轻人啊 那个变来变去 弄一堆有的没的 对 关系就不会好啊 是 嗯 好 那我们要来谈最后一个项度了吗 呃 最后一个项度是灵性的健康 嗯 我觉得其实灵性的健康很有趣 它是一个停止做 或保持一个存在的状况 然后你要开始反思自己跟天地人之间连结 我觉得灵性的部分 我觉得在心灵学 因为要去除宗教的话 它常用灵性这个词 是 其实某部分也就是你自己心灵上面 嗯 跟信仰啊 这些有关的部分 嗯 跟我的心灵跟信仰 嗯 那一定要有信仰吗 不用啊 可是我觉得你本身会有一个 什么算是自己的信念 生存的生活的信仰 信念 对对对 或信仰或信念 我觉得那个会比较像是 我们也许没有信仰 但有可能某部分文化迁入我们 我们都相信 嗯 你应该做善事 是 你会得好报 嗯 对 类似这样子的想法跟概念 嗯 可是其实你会思考的是 你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你真的越讲会越学 我们怎么要开一个宗教那种 他会有点悬啦 嗯 对啊 就是你存在在此刻的生命 你会怎么思考你存在着意义 之类的 嗯 对 好 那所以呢 我们把八个维度都介绍过了之后 还是要给大家总整理一下 不然大家都忘光了 我们今天呢 请刘金伟心理师来谈到 介绍说怎么去检测我自己处在 是不是健康的状态呢 就是由美国新函部下大学 提出了一个健康轮的概念 好 那总共八个维度 嗯 嗯 八个维度 是 你要cue我吗 对对对 直接 所以有情绪健康 环境健康 财务健康 智能健康 职业健康 身体健康 社会健康 灵性健康 我觉得是从这个八个像度 你可以做一个自我的检测是 嗯 你是不是在这个八个指标 都处于一个健康的状态 嗯 是 好 那那如果这八个像度呢 我可能有的多有的少 这样会不平衡吗 不会啊 我觉得有的多有的少 就是你知道你的强弱项啊 那你又没有让他走得更平衡一点啊 嗯嗯 嗯是 所以我就说有一些会轻忽 但你要小心 他一直轻忽下去 或一直耗损下去 我觉得我们回到我们中间谈的举例 就像你讲 年轻 所以身体健康似乎 最容易去燃烧这个资本嘛 是 我加班没关系啊 我熬夜无所谓啊 熬夜追剧我在放松啊 嗯 对 但是我就说你的身体在年轻的时候 一带耗舍 那什么时候会还债 嗯 是 好 那最后这边呢 就是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听了今天 刘金伟心理师的一个 呃介绍啊 健康轮还有做自我健康检测哦 这样的一个健康状态 那有就是不太明白 或者是说自己的生活上面啦 有一些疑难杂症需要有人来协助哦 的话呢是不是有一些什么资源可以提供给大家 哦大家可以拨打1980啊 可以跟张老师谈一谈 那也可以去 呃我觉得也可以去那种智商所 诶透过自我检测这些概念里头去聊一聊 对 因为你去医疗比较容易去做那种身体检查 会知道你生理健康如何 但是我觉得在一个健康状态下 有可能你可以更更知道你自己的 嗯生活是不是会越来越好那种感觉 嗯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谢谢高雄张老师中心自身督导 刘金伟心理师了 谢谢 谢谢 我们下次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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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